我们现在要怎么办 悟空大叫 独角四大王吸走了我们的兵器 天兵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他看上去非常严肃 我们不能就这样回天庭 如果玉帝知道 我们没有抓住那个妖怪的话 他会生气的 你说的对 火神说 我们需要再想个别的办法 现在天快黑了 到了晚上的时候 我们中的一个人可以溜进洞里 去把那金刚圈偷出来 雷神笑了 我知道谁最适合干这个 大家都看向雷神 我们当中有一个神偷 雷神继续说道 他曾经偷了盘桃园里的所有盘桃 这时所有人都看向悟空 悟空假笑了一下 好吧 确实如此 我以前是偷过东西 但我现在知道偷东西是不对的了 不过我还是会去偷那金刚圈的 因为我得救唐僧 你们在这里等我 悟空变成了一只小虫子 飞进了洞里 他飞过一条又一条长长的黑暗隧道 最后他听到了独角四大王的声音 悟空顺着声音飞了过去 那妖怪正坐在床边自言自语 手臂上依然带着那金刚圈 啊 该睡觉了 妖怪打了个哈欠说 希望明天可以吃了唐僧 今天没吃成 就是因为那只讨厌的猴子 妖怪躺下 很快就睡着了 悟空飞了过去 落在妖怪的手臂上 我要在他的手臂上咬几口 悟空想 他觉得痒的话 就会把金刚圈拿下来的 悟空在妖怪的手臂上 咬了一口又一口 妖怪翻了个身 说着梦话 臭臭 痒 他挠了挠手臂 悟空又咬了几口 妖怪又挠了挠 但他还是没有把金刚圈拿下来 这方法没用 悟空想 他正要离开的时候 突然发现了墙角里有一些东西 悟空大吃一惊 我们的兵器 他悄悄地变回了原形 他把金箍棒变小后 放入耳朵里 然后拿起了火矛 雷电 还有宝剑 洞穴外 他们屏住了呼吸 当他们看见悟空出来的时候 都松了一口气 你拿到那个金刚圈了吗 雷神问 没有 但是你们看 悟空举起了那些兵器 干得好 火神说 雷神拍了下悟空的背 谢谢你 悟空 天兵举起了他的宝剑 我们有兵器了 现在可以轻松地打败那个妖怪了 你说的对 悟空说 他看了看大家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天兵说 准备好了 火神说 准备好了 雷神说 悟空用力敲着洞门喊道 醒醒 独角四大王 马上出来 不然我们就毁了你的山 妖怪走到了外面 打着哈欠 当他看到兵器的时候 说道 你们居然敢从我这里偷东西 他举起了金刚圈 在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那些兵器又一次被吸进了金刚圈里 武空非常惊讶地盯着洞门 我不敢相信 我们的兵器竟然又一次被他吸走了 我们现在要怎么办 火神问 这妖怪比我以前见过的都要厉害 悟空说 我知道一个人 佛祖 他肯定可以打败这妖怪 我马上回来 悟空跳到空中 飞快地向西天飞去 他到了雷音寺 门将拦住了他 我需要佛祖的帮助 悟空告诉门将说 是关于唐僧西天取经的事情 门将摆手 让悟空进去 悟空跑进了雷音寺 向佛祖行礼 你好 佛祖 悟空说 我需要 佛祖举起了一只手 我知道你为什么来这里 我也知道那妖怪是谁 你得去找太上老君帮忙 哦 好的 悟空有点惊讶地说 谢谢你 悟空向天庭飞去 太上老君不是很喜欢我 悟空想 他看到我不会高兴的 悟空找到了太上老君 当他看到悟空的时候 皱起了眉头 你想干什么 悟空 太上老君问 佛祖叫我来找你 悟空说 唐僧被一个叫独角四大王的妖怪抓住了 哦 天哪 太上老君说 你认识他吗 悟空问 太上老君点点头说 那是我的青流经 我不知道他逃走了 好吧 他确实逃走了 悟空生气地说 你的青流经 现在要吃了唐僧 他还有一个金刚圈 每次我们要和他打 他就会用那金刚圈吸走我们的兵器 太上老君与他 太上老君举起了双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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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我可以抓住那头青流经的 别担心 太上老君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他回来的时候拿了把扇子 我们走吧 我们走吧 悟空和太上老君来到了洞穴 青流经 太上老君叫道 立刻给我出来 洞门开了 独角四大王走了出来 当他看到太上老君的时候 低下了头 太上老君举起了扇子 快速扇动 一阵强风 差点把青流经吹倒 那妖怪摘下金刚圈 扔给了太上老君 太上老君抓住了金刚圈 又扇了一下扇子 那风吹倒了妖怪 妖怪变成了一头青牛 他站起来 哼了一下鼻子 太上老君把扇子和金刚圈 都放进了袍子里 然后他骑着青牛 飞向了天空 悟空走进洞里 天兵和两个神仙 也跟了进去 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兵器 我们现在要回天庭了 天兵说 祝你们一路顺风 悟空 谢谢 悟空说 悟空在洞穴深处 找到了唐僧他们 你怎么这么久才来救我们 八戒大喊道 我忙着和妖怪打斗呢 悟空边说 边解开了绑住唐僧的绳子 谢谢你 谢谢你 悟空 唐僧说 不客气 悟空说 不过下一次 请你一定要听我的忠告 几周后 唐僧一行人 走到了一个繁忙的城市 街道上挤满了贩卖蔬菜 香料和其他商品的人 一个老妇人 一个老妇人正在搅动一大锅汤 其他食物都在火上发出丝丝的声音 八戒深深地闻了一下 这闻起来太棒了 突然一个年轻女人冲出了人群 唐僧 她大喊道 她猛地抱住了唐僧 一阵黑风出现 转眼间 这两个人都不见了